中华民国志工总会这一天举办了 第25届模范志愿服务家庭 暨志工终身奉献奖表扬大会 一共表扬了20个模范志愿服务家庭 以及10位的终身奉献奖 而主办单位表示 疫情期间志工是各县市政府的最大后盾 因为有他们的支持 才作为让市政及防疫工作能顺利推动 相当的不简单 从卫福部检证视察手中接下奖杯 这10位得奖者志愿服务满20年 累计的时数都超过一万两千小时 所以这一次获选中华民国志工总会的 志工终身奉献奖 当困难的时候 有人愿意伸出援手 花他的时间 花他的精神 甚至花他的钱来帮助别人 这就是天使的精神 我们希望借由你们的感人故事 能够让我们可以号召更多的人 来加入我们志愿服务的行列 进而能够让我们这个行善的风气 改变我们的世界 模范志愿服务家庭 银记志工终身奉献奖表扬大会 今年已经迈上第25届 疫情期间志工是各县市政府的最大后盾 而这一次除了表扬十位的终身奉献奖得主外 也表扬了全国20个模范志愿服务家庭 而主办单位表示 家庭成员一起参与志愿服务工作 已经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而且我们越来越欺向于 更多的是家庭 整个家庭来做志工 而不是只有夫妻两个人这样子 那这也是我们期待 未来是能够家庭跟殖民 能够共同从事志愿服务的工作 到110年底 现在全国的志工人数 已经达到104万多人 相较于109年 我们成长了4.8% 那可见呢 在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志工的服务并没有受到 疫情的影响 大家还是很愿意 来投入志愿服务工作 为福部检任市场还强调 明年起连续三年 将会拟定相关的政策跟奖励 来鼓励高龄长辈 投入志愿服务相关工作 一方面让台湾老年化的人力 能够适度的再应用 另一方面也让政府单位 能够投入更多社府工作 照顾更多的人 就这里这样台中采放到 本期能够投入不须 对温刀与 我讨厌 相当と